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一批海外民运人士 接受中国大陆88位民主运动前辈 以及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和全国各阶层维权运动的领导者参与者 以及中共体制内外的有良心人士的委托 联合宣布在海外正式成立全民共产平台 本人吴建民1989年参加六四的学生 作为平台授权的新闻发言人 接受平台的委托向外发布平台的权威信息 我们平台的宗旨是协调全国各地各阶层 抗争统部化 通过全民共争全民上街 终结习近平共产当局独裁统治 实现民主转型 恢复中国的经济发展 建设中国的法治人权 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全民共产平台 在发布的第一次共产 我们决定把时间定为 2018年5月1号 地点是在中国全国各省省会的火车站 或者是中心广场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间和这个地点 我们是希望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人群 能在这个时间聚集到当地省会城市的火车站或者中心广场 聚集后我们怎么样敞开有效的行动 我们讲会在今后的视频中陆续的讨论 大臣共识 广为传播 期待全国有识之士 和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全民共争 来让在最伟大的一天 2018年5月1号 全国人民都聚集在省会城市 向中共当地发起全民共争的猛烈冲击 当前局势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认清到 中共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 现在习近平本人大权独揽 党内集权 残酷打压民间力量 企图建立毛泽东式的集权统治 让全国兴党 而且习近平还在积极地推行他的所谓终身制 习近平的共产当局 无视经济 导致经济下滑 倒闭朝 失业朝 人民冤身载道 群体实践 此起彼伏 习近平的共产当局 专注于党内权力斗争 以贪反贪 以黑治国 导致酷吏盛行 法治废弛 引起了广大党内外人士集体愤怒 党内权力斗争和路线斗争十分激烈 中共面临着巨大的裂变 习近平的共产当局 极力压制民间的反对声浪 试图彻底封闭互联网 引起广大知识分子 和广大爱好民主进步的网友的极端愤怒 时至今日 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 正在把中国拉向文革深渊 各阶层的不满已经达到临界点 但是抗争被分裂 各个击破 所以我们和国内人士联合采取行动 准备在海外建立平台 调平各阶层的抗争 实现全民共争 全民上街 倒心立实必须阻止 否则我们中国将万劫不服 人民陷于中国的某掌中 再难翻身 平台运作的规则 我们的平台在海外是起到协调作用 而不是动员 中共网络化维稳 它分割全国各地各阶层的抗争 中共采取的是各个击破的方式 所以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 要协调大家一致行动 连成一体 实行全民共争 全民上街 第二 我们是建议 而不是指令 我们要求人才在国内 团队在国内 力量在国内 我们要汇集大家的意见和力量 形成各种建议 大家参考选择以后 最终形成一个凝聚的共识 全国进行联动 第三 我们的平台是服务 而不是领导 我们把海外舆论的优势 要发挥成国内各阶层 想讲讲不了 想说说不到的这意见 由海外平台发出大家联合的声音 通过这个为大家提供我们平台的服务 国内的民运人士 应当看清中国现代的斗争形势 因为我们对各阶层 大家都应当考虑到这个阶层的 阶级诉求 首先我们中国有几百万的访民 这些访民 我们应该让他们知道 上访不如上门 上门不如上街 我们要把他们的诉求 要把他们的诉求要表达出来 第二 中国我们有几千万的下岗工人 这些人被剥夺了他们工作和生存的权利 我们有很多被强拆房屋的业主 这些人都应该动员他们反对官商勾结 夺回他们的财产 还有中国存在着大量的被强增土地的村民 当基层不能解决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些村民组织起来到省里面进行解决 我们还有相当的退伍老病 当国家抛弃了他们的时候 人民是想到他们曾经为人民做出的贡献 把这些人集中到省城 让他们的诉求得到集中发挥 同时我们还有很多的低端人口 被城市驱逐的农民工 他们要生存 要工作 要给要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医疗 住房 做教育的权利 把这些人我们都应该组织起来 尤其我们要看到中国的中产阶层 它不是中国社会负担最重的一个阶层 而他们又是随时会被这个政府 把他们财产清零的这个阶层 中国还有大量的民办教师 为人民教育几十年 但是始终没有落实他们个人的待遇 这些人我们要把他们组织起来 那些财富被中共侵占的工商业者 个体工商户 这些人都是体制的受害者 尤其我们还要看到 体制内有很多有良知的官员 这些人随时会被习近平隔墙扔砖头 似的反腐 把砖头炸到头上 他们要号召他们勇敢的站出来 向这个体制反抗 而不要在家里面束手戴壁 像张扬这样被一根绳子上吊自杀 所以我们要求所有在中国受到共产遏制迫害的人要勇敢的站起来 5月1号选择我们去省城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广大的人民知道 分散抗争 必遭打压 全民共争 全民上节 才能够成功 今后我们全民共争平台会不断的推出系列节目 与大家一起探讨各阶层各地区人民安全有效的抗争方式 形成统一的行动方案 让大家选择中间对我们最有利最可操作的方案 我们选择共同约定的时间 全国人民一起上街 一起共振 一起抗争当局 最后我要向大家宣布 本平台的一切消息 以YouTube全民共争平台的频道和推特号 全民共争平台为首发地 欢迎各位自媒体从业者 欢迎各位推动中国民主 爱好世界和平的各位网友 永耀的转发传播 把我们这场全民共争运动 把全民上街运动 推向新高潮 早一点接触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马列协政 我们人民迎来我们的彻底解放 我们共争平台的口号是 全民共争 争取权利 全民上街 结束专制 明远会设计